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要给你们带来的故事是 我不跟你走 我不跟你走 放学了 小班的小朋友们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被接走了 最后只剩下了妮妮和小豆子 在幼儿园里面 宝贝们,你们认识幼儿园这桌子的四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吗 是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蓝色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绿色 这又是什么颜色 这是粉红色 这是什么颜色的 这是黄色的 宝贝们,你们都认对了吗 等待的时间真无聊又漫长 妮妮和小豆子 画了一辆超超超超长的火车 真的是超超超超超超超级长的 给羊娃娃换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套衣服了 还有和乌龟嫩嫩 说了整整 二十次明天见 可还是没人来接他们 小豆子急得快哭了 说不定等我们从最高的滑梯上滑下来 就有人来接我们了 妮妮说完 拉着小豆子偷偷溜出了教室 小朋友 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呀 远丁爷爷笑呵呵的问 这一问可不得了 小豆子哇哇大哭 别哭别哭 远丁爷爷伸出手说 你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 小豆子抹了抹眼泪 就要去拉远丁爷爷的手 突然妮妮把他拽到身后 谢谢妮妮 妮妮往后退了退 不过您还没说暗号呢 暗号 远丁爷爷一脸疑惑 就是接我们回家的暗号啊 妮妮说 没有暗号 我们可不能跟您走 远丁爷爷根本不知道什么暗号 只好继续给花盐浇水 小豆子担心的问 要是没人知道暗号 要是没人知道暗号 我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是吗 不 要是你跟陌生人走了 那才真的再见不到妈妈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 小豆子 一个戴眼睛的阿姨叫住了小豆子 你们怎么还没回家 来 我送你们回家吧 小豆子 抹抹刚流出的眼泪 准备钻出围栏 可是 她又被妮妮给拽住了 这个阿姨 不是陌生人 小豆子着急的说 我在小区里见过她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妮妮吻 小豆子摇摇头 你知道她家住在哪儿吗 妮妮又吻 小豆子摇了摇头 你知道她为什么戴眼镜 最喜欢什么颜色 最讨厌星期几吗 小豆子又摇摇头 这时候 小豆子才惊讶地发现 这个看起来面熟的阿姨 其实也是陌生人 妮妮拉着小豆子往后退了退 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 不过你还没有说暗号呢 暗号 戴眼镜的阿姨一脸疑惑 就是接我们回家的暗号啊 妮妮说 没有暗号 我们可不能跟您走 说完 妮妮冲小豆子 眨了 带来了 混淀 拿的是什么呢 只好蹬着自行车离开了 妮妮跟妈妈约定的暗号到底是什么呢 小豆子很好奇 啪 妮妮拍了一下手 模仿妈妈的语气说 你是我亲爱的小白兔吗 接下来她又像小兔子一样蹦了蹦 用自己的声音说 没错没错就是我 小豆子觉得好好玩 他决定也要和妈妈定个暗号 他们拍着手蹦蹦跳跳的朝滑梯跑去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小豆子哩哩 他们回头瞧了瞧 没看到说话的人 他们正准备离开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别走别走 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花音刚落 一个家伙冒了出来 我 我知道暗号 外家伙说完 拍了一下手 来跟我走吧 他拍了手 小豆子 小豆子有点害怕 他真的是来接我们的吗 妮妮却对这个怪家伙说 你还没有说暗号呢 没有暗号 我们可不能跟你走 妮妮和小豆子 往后退了退 其身说 我们只跟知道暗号的人走 等等 我有很多好玩的 说着 怪家伙变出了好多玩具 变出了直升机 小汽车 还有长火车 有很多好吃的 怪家伙又变出了很多零食 有棒棒糖 冰淇淋 蛋糕 还有好多好多的各种各样的糖果 有很多漂亮的鲜花 怪家伙变出一束鲜花 还有你们快跟我走吧 说完 怪家伙朝小豆子和妮妮扑了过来 妮妮和小豆子赶紧沿着滑梯往上爬 他们爬呀爬 怪家伙追呀追 他们爬呀爬 怪家伙追呀追 就这样 他们爬到了滑梯最高处 嗖 妮妮和小豆子闭上眼睛 从高高的滑梯上滑了下去 咚 咦 怎么一点都不疼 原来 他们撞进了小豆子妈妈的怀里 怪家伙只好会溜溜地逃走了 对小豆子的妈妈妮妮再熟悉不过 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 还会到对方家里做客呢 不过 妮妮没忘记自己和妈妈的约定 她很有礼貌地说 阿姨 你还没有说暗号呢 啪 小豆子的妈妈拍了一下手 然后温柔地说 你是我亲爱的小白兔吗 没错没错 就是我 妮妮和小豆子大喊着一起蹦了起来 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宝贝们 你们跟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街头暗号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赶紧让爸爸妈妈和你约定一个街放学的暗号吧